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次的 这个未来记忆的讲座 那熟悉我们的这个听众都知道 我们这个讲座是一个 以青年学者为主要的 这个讲述人的一个系列讲座 一个平台 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办了15次 然后也这个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听众 然后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包括听我们这个讲座的人 和给我们做讲座的人 然后今天呢 是我们秋季学期的第一次讲座 然后也有一些特别 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讲人 王小超师兄 是我们和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平译人 王健宝师兄 都是我们北大高院院的 毕业的博士生 然后我作为主持人 也是高院院毕业的博士生 所以这是一个 是一个reunion吧 我觉得是一个重剧 然后我们今天 这个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 还是和小超师兄 一直以来关注的 这个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有关 实际上在 《未来记忆》的这个系列的讲座 和我们的另一个系列 就是《精神人文主义经讲坛》 的这个讲座里面 我们都好几次 谈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它都 都不是以一个主题的方式谈 但我们发现就是 其实不管我们讲的是什么主题 不管我们讲的是这个 就是生态与宇宙论问题也好 讲的是这个 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 这种这个民宿学的问题也好 但都会有观众提问 问到关于 儒家的这个宗教性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也特别感谢 小赵师兄能够给我们 这个机会就给我们提供一次 以这个为主题的这个讲述 然后我想他今天的这个 就是视角是这个 或者说这个 就是他切入这个问题的这个角度 是军臣和父子的这种二元关系 这种二维关系 然后我还不知道 小赵师兄会怎么讲 但是我很期待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维度 来切入这个宗教性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赵师兄 然后你讲之后 我们会请建宝师兄评议 然后之后会有提问和讨论 好好好 谢谢师妹 也谢谢那个宝师兄 那个就是答应给我评议 因为我怕就是批评 被批评的太厉害了 这个这个这个讲座呢 是这样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宝师兄呢 就跟我说 说想让我或者刘戴来 做一个报告或者什么的 因为我那时候呢 正在正在找工作 然后到现在呢 也也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以呢 我就说那个 要不往后拖一下吧 结果一拖呢 就时间就很久了 然后前几天这个 这个宝师妹呢 就跟我说 说要不你跟那个刘戴 或者来讲一下 我这个师命难为吧 这个师门的命难为 我这个 但是 我就勉强来讲一下 因为 因为这个问题呢 刚才宝还还说 说谢谢这个 我以这个视角 然后呢 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来 我想你这个 可能感谢的太早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可能我讲完之后呢 大家会很生气 这个或者是很不满意 因为因为这个问题呢 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研究了就是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呢 又是三四年的时间 可以说太大太复杂 然后呢 细节有很多 打一个比方来说吧 就好比是有一个图 然后要用一万张拼图 来把它给拼起来 但是呢 我手里面能找到的最多 只有五千块 然后呢 我还得根据这五千块拼图去拼 拼出来以后 我还得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我认为的那个真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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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就是说 你完全可以乱拼 对吧 你拼出来以后 是不是那样的 然后 是不是能把自己说服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我当时做 做那个就是博士论文遇答辩的时候 就还也在场是吧 老师音乐也在场 然后这个 还有杨丽华老师啊 他们那些老师有的就问我 有的我就我也答不上来 然后你还没有印象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可以说 那个时候我就很乱 所以博士论文那个答辩的时候 我都很担心 我能不能通过 但是因为着急拿学位 然后着急找工作 这个感觉自己还是用了很多功夫 所以老师们呢 也是对我表较诚 总之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还是说 这次虽然在讲这个父子 君臣和这个宗教性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想还是更多的 以这个视角 把这个问题给拽出来 拽出来 然后大家一块就是研究吧 本来这个 有人还跟我说 说师兄 你你不要太那个什么 太 还是要要有勇气一点 说我们 这个人人可能不多 然后我们自己同 这个同门的同学啊 或者是一些同学来 互相交流一下 因为我们还真是 互相对对方的这个博士论文啊 等等的就是聊的不多 所以我就我也就抱着这种心态 我就来了 结果 这个是我准备的一个提纲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乱了 我把自己的也挺长时间没摸了 好 大概写的一页 其实能看出来是很乱 就是虽然说我尽量的用父子和君臣 两个维度 试图来切入这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整个的思路是 思绪是太多太乱 我想把它尽量就是这次呢 我讲的时候呢 我想把它尽量简单化一点 然后把几个大的问题 然后扔出来 扔出来以后呢 然后提一些 不叫惊世骇俗吧 叫标新利益吧 然后就是提一些这个比较 比较奇怪的观点出来 然后这个师兄待会批评我的时候 批评的这个手下留情一点 手下留情一点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先解一下题 就是本来呢 我想我那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呢 叫辛勤儒家的宗教性 这么一个博士论文 其实这个题目呢 本身我不是很满意 有点没办法 因为这个一般呢就这样说了 现在呢 我想就是做这次讲座呢 这次报告呢 我想把它这个题目 换成古人之天命 一个一个对的 先秦呢 就是古嘛 很古 对吧 古到就是孔子之前 就是汉朝儒学以后的 就就不是先秦了 对吧 这个就很古 古 然后儒家呢 我就把它直接就把它对人算了 因为有句话叫做 人天生都是儒家 对吧 这个按照儒家的观点 这个首先 我们杜先生也讲了 说这个首先 得是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这个宗教 再是其他问题 就是古人 然后得就是知 对吧 然后后面的宗教信 宗教这个词呢 我就把它对到天上 因为在宗教社会里面 宗教这个东西通常它都是要 假如天啊上帝 对吧 然后这样子来 信呢 就直接把它跟命画上等号了 因为天命之为信 对吧 因为信和命经常就是 意义有所联系 就是在不同的方面去讲 我想如果用古人之天命这个词汇 就是来讲这个事情 因为更加回到我 我所读的书里面啊 我认为的先情儒家那个语境 我觉得可能更好理解一点 因为一旦我们讲先情儒家的宗教性 或者什么先情儒学的宗教性 或者先情儒学研究 或者儒家哲学中的宗教性问题等等 这种现代叙述的话 同时一种西方式的一种观念 就是就进来了 因为你首先要定义 什么是宗教性 对吧 然后西方宗教性 人家是有很清楚的定义 虽然这个争论很多学者的讲法很多 可是呢 就是但是我们研究的 又是一个中国问题 而且是一个中国非常古代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干脆我就就把那个拐柜扔了算了 我就直接讲古人之天命 天命重不重要 那对于儒家来讲 那是太重要 对吧 然后天命之中包含 有没有包含一些 我们现在看起来 所谓的宗教性的一些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老乡常谈 怎么讲呢 好 我还是 我给大家共享一个 我的那个 节的一些图吧 怎么来弄 这个底层 我这是iPad 共享一个屏幕给大家 直播屏幕开始直播 我就直接就是因为我太久没摸了 我去把我的博士论文直接就找了个电子版 然后结了一些图 这样我就有张可寻可以说 我就可以按照 一些当时的一些文本 然后就跟大家读一下 这样就清楚一点 第一个就说一下杨庆坤的一个观点 对吧 他说 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实际上是有避于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 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 自愿神坛散落又各处比比皆是 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 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它是他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 这个是民国时候做的 对吧 或者说描述的是民国时候的那个事情 就是在或者民国以前吧 就是前现代是这么一个观点 这个 然后呢 还后面还说这个 每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宗教的神坛 保留着祖宗的神位 家庭供奉神明的画像或偶像 等等等等 什么公共祭祀 什么火神庙山神庙 什么等等那些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胡适的观点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的 看一下 对 最下面这一行 这个胡适说的这个话 胡适虽然他 对这个问题他可能研究不多 但是这个话其实是一种常识性的东西 说中国人的父母就是他的上帝鬼神 他的孝道变成了他的宗教 这其实更加是从一种比喻的意义上来讲的 取消直播 好 我先停止直播看一下 好 应该是回来了 好 就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我曾经去有一个单位去找工作 去面试的时候 也是试讲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在下面的有一位专家他就问我说 他说你说这个先秦儒家或者说中国有这个宗教你有什么根据 然后我当时呢 这个问题问的跟我讲的呢 略有点 当时讲的那个内容略有点差异 但是我还是有点愣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说有什么根据 我说中国有神庙 对吧 然后他就不太理解 他说中国的神庙 是那么回事吗 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我表述的其实不是非常的严谨 或者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那个神庙 很多时候不是指的那个就外面那些什么 什么关公庙啊 什么那些也是神庙 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一种神庙 就是祠堂 对吧 就是宗庙 祖庙 祖庙里面供的那个是祖先 所以一般都会认为 我这个祠堂里面供的这个是祖先 祖先不是鬼神 对吧 是人 如果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一般传统的 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 这个这个伊斯坦教 他有一个人格上帝的问题 那中国这个所谓你供的这个 你是你的祖先啊 祖先就是个人啊 他他是鬼神吗 就算他是鬼神 他能达到上帝的那个层次吗 对吧 你这样的话就就产生一个大的问题 可是你从社会学的一个观察来说 一个社会他的 比如说一个村庄 比如中国的村庄里面有一个祠堂 就很多村庄或者是以前的那个城市里面也是有祠堂 他是一个社会组织模式 通常他的家属啊 就是小孩上学的地方等等 或者议事的地方 或者他重要的祭祀他都会在那个地方 而我们看美国或者是有一些更早一点的时候啊 他那个社会组织模式 他有一个小教会对吧 或者是一个一个一个小的一个教堂 有这么一个模式 而这个地方他是处理什么的啊 他就是处理关于这个鬼神啊 祭祀啊 这些问题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中大的一个 学术研讨会 有一个就是有一位老师他做一个报告 就是研究朱子的那个关于祠堂啊等等 一个礼仪的一个 一个报告 我当时也是提问 我说朱子的这个祠堂的他这个作用 或者说他后世研究的那种 我说这个祠堂作用 他是超越的呀 是宗教性的呀 还是世俗性的 然后对 然后那个老师就回答 跟我回答说 说是世俗性的 世俗功能 不是一种就是特别超越性的 这个反正总之呢 这个问题 如果讲到宋明以后 因为宋明以后 那个天啊地 他的人格性 绝对就是很差 就主要是一种理性的 一种超越的理性的一种观念 但是我的题目是先秦的 也就是说我要去考虑的是孔子 甚至孔子以前 那个时代 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 因为孔子他自称数而不作嘛 对吧 他也是以这个 就是古代的 就是以更早的三代 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的这个文化传统 做一个根据 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孔子 他重视的礼仪 对吧 礼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纪礼 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看聊天里面有 就是纪礼是甚至是最重要 对吧 比这个什么婚啊 丧啊 这个还有什么家啊 等等这些礼 还有更重要一些 而纪礼面对的主要就是 第一他的场所 对吧 场所一般是在祭坛 是吧 或者是宗庙 或者是这个交际的一些场所 这个 那纪礼面对的是谁呢 就是上帝和鬼神 对吧 然后还有孔子 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要不要祭祀自己的父亲呢 等等 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对吧 然后他在鲁国的时候 他入太庙美式问的时候 他在太庙里面记得 那个到底是谁呀 记得是有什么样的鬼神 那个鬼神 他有没有人格 还是说他仅仅就是一套礼仪而已 那后面比如说到了宋明时代 诸夫子 他在祭祀的时候 他有没有在自己的家庙里面 祭祀自己的祖先 或者父亲或者祖父这样 然后他有没有在朝廷的这种活动里面 去参与这样的行为 在参与这样的这个礼仪的时候 他当时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吧 然后我今天这个报告呢 我想分四个主要的部分来讲吧 然后前面是影子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四个部分 我大概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先讨论一下 就是这基本也是跟我的博士论文的结构差不多的 第一个就是我还要先要讨论一下信仰和认知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你只要谈到宗教就得谈信仰 对吧 然后还有普通的这种认知的关系 这个第一我要谈谈这个 第二呢就是我要谈谈从父子的角度 父子这一轮 这一维度 怎么去去找到很多资料来思考 这个先秦的那个宗教性的那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要讲一下 从君臣这个角度 怎么去思考这个宗教性的这个这个问题 最后呢 我就再再做一个总结 大概做一个做一个古今的对照 或者中西的一个一个想法的一个对照 就是也还是把问题提出来 然后第一个我讲这个信仰和认知的问题呢 这个可能有的可能师兄或者什么都已经猜到了 就是一定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祭祀啊 等等这个这个问题 那肯定要提季如在的问题 我记得那个 你老师是吧 不知道今天在不在 应该不在啊 然后这个曾经讲过 就是关于季如在的那个问题 当时他拿了一个水杯 他就说这个水杯就放在桌子上 对吧 然后我怎么拿那个水杯放在桌子上来考虑说 哎你看我闭上眼睛之后 闭上眼睛之后 我这个这个这个水杯在不在这里等等 他他用那个问题去考虑 但是我想祭祀在的那个问题呢 我可能专门做几次讲座都可以啊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考虑到一个一个一个性的问题 就是知识有边界 在知识的边界之外 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才有 那只能采取一个信仰的方式来进行 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些东西 我们就知道这个水杯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那还真是有点谈不到这个儒在的问题 当然好像也能谈到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好像在这 但是呢我忽略他 我不在乎他 他好像就不在了 我想祭儒在的时候 谈这个城 祭祀之城 谈这个性的问题 跟这个就是祭祀鬼神 祭祀祖先 祭祀父亲 这个道理 我觉得可以相通 也就是说我认为孔子在 祭祀苏良和的那个礼 里面他小说不就那样吗 对吧 史记里面祭他那个很小的时候 他就他就每天主动嘛 摆一些那个去祭祀 因为他小时候 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不在的时候一个孩子 他他这时候 你说他是相信他的父亲 会来参与这个祭祀 会上线呢 还是说不相信他的父亲 会以一种神奇的形式 超越知识的一种形式来上线呢 我觉得这种诚意 可能是现在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很早就是无神论了 而且是科学 是不会相信的 基本上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是很难相信的 对吧 可是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这么一个不相信的背景 所以你不是很能相信 古人他 你可以说是一种迷信也好 或者说什么也好 但是孔子有可能 他的那种状态是相信的 正是因为不知道嘛 对吧 所以才谈得到相信 如果说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父亲是肯定不会来临到我这个祭祀的现场的 我很清楚 我只不过是角色扮演一下 或者模拟一下 那我觉得那个命题完全可以改成寄神如神不在 对吧 或者寄如不在 就完事了 这个如就是你心里面怎么想的怎么信的 他就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谈到这个生命的一个问题 谈到生死的一个问题 因为因为一个每个人他的知识都有限 有限最大的一个限度就是死亡 对吧 死亡之外的事情 你不可能说我活着还能知道死后的事情 那生命就没有死 在定义上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每年这个不是每一个人 我们年轻一点的同学没有 可能这个年长一点的这个室友 也许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自己的这个亲人 或者是更上一辈子走了以后 那个那种面对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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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的一种 什么感呢 就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究竟是能不能超越出这个知识 还是说你是怎么相信的 我想在刚才我举了那个杨庆坤那段话的例子 我就是说可能在民国或者清朝以前啊 他不是不是像现在这样操作的 这个前段时间 我这个这边也参与了一个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就说老人去世之后呢 来一个救护车 对吧 也不叫救护车吧 就活装厂来一个车 然后简单的在这个做一个遗体告别仪式 然后就拿去烧掉 烧掉了以后呢 一般现在也比较简单 就是到家里面去撒来啊 或者是怎么着 埋都来的埋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还是一个丧礼的问题 至于说祭礼的问题呢 就是当大家越来越不相信 会在死亡之外 有另外一种 不说是寄托的形式吧 就是另外一种 一种存在形式 就是通过信仰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话 那么祭礼 就慢慢的会消失 慢慢的人们都想不起来 研究的时候也不会就认真去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如果你认真的参与了 然后呢 又复原一下这个孔子 如果在当时他祭祀的时候 他说的既如在 是指自己的在场 对吧 然后说的既神如生在 是指鬼神的在场 然后你想象一下他那个状态 到底说 孔子那个时候 是不是仅仅是一种演戏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寻子 有学者会研究寻子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这个神道社教 对吧 一般现在学者研究都会这样说 神道社教 就是老百姓嘛 他迷信 对吧 我们不信 但是呢 我们为了礼仪呢 我们就是为了教化别人 不过我觉得这个说的太过了 你想想看 你这样等于是说 基督教的神父 对吧 或者是牧师 他自己不信上帝 他在那步道 然后让信众信上帝 好像也有这样的不好的事情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普遍 儒家的士大夫君子 或者说孔子 他本人对天地的那种信仰 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说他信仰的那个天地 究竟是不是人格神 那可以讨论 但是他这个 不否认这种信仰性的存在 就不是说日常知识这样的存在 换 换 倒过来讲 在孔子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我认为 我研究过的 我读他的书啊 什么 在他的那个秤 那感秤上 究竟是 在祭祀的场合 那种 祭神如神在的 那个在更重 还是日常生活中 这些 比如说市场 买东西 卖东西 或者说短暂的人的这个 因为人总是要死的 人的这个生老病死 日常的这些事情 哪一种存在是 更具分量的 更高质量的 更高维度的一种存在 也就是说 杯子在这存在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认为它 很真实 但是如果说我们 这个 还原到这个祭祀的 那个基督赛的那场合 也许孔子不会这么认为 杯子很很结实 因为你把它送到垃圾厂去 它马上就消灭掉 对吧 它就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就是一个 上帝死了很多很多年 以后的世界 我们现在在看到 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你必须要拿证据给我 你拿证据给我 我就会认为它存在 无政治罪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学术的一个态度 但我现在聊的 我现在跟大家聊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认知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时候 我说的是 先秦经典里面 所敷衍出的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人们心中的真相 哪一个更重要 哪一个存在更加的真实 我记得看那个时候看日剧 看什么 对吧 这个日本人吃饭之前 要先这样一下 对吧 祭祀 你看谷里里面 那都是这样 都是从中国学去的 对吧 孔子那个时候吃饭 要不要先记一下再吃 那个很多事情都有 出去打仗 要记 对吧 要记祀 然后更不用说 这个人死亡之后 这个尤其是自己的父母 死亡之后 不光要发丧 对吧 发丧是丧礼 丧礼完了以后 还要有吉礼 必须要有吉礼 如果没有吉礼 把这个神主迎回来 再起一个庙 或者起一个神主祭祀的话 那只能是非常残缺的 一个儒家 我觉得儒家 对于祭礼的这种重视 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很能说明儒家的宗教性 不是一个伪问题 说明儒家绝对不可能是一个 简单的 就是黑格尔嘲笑的那种 或者西方人认为的 他们真是不太懂什么是儒家 就是看到那个世俗 有些世大夫 或者一些普通的一些人 就觉得这就是儒家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 前程者和不前程者 就是在一个宗教社会里面 也有很多人 就是嘴上说了信 但其实心里面并不信 这很正常 这很应该 对吧 就是在一个 这个无神论的社会里面 也仍然是有一些 其他一些宗教的信徒 这个我觉得是人的一个正常选择 我们但是我们还原的是 要想要还原的是孔子那个时代 他的经典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些 那些想法 那些说法 还有当时社会的一些通行的做法 这些做法 他的一个意义 我还是给大家再共享几段那个文本 哎呀就同时用这个又用这个 要不我就是不把我这个图像给大家了 还是直接就一直共享屏幕吧 这样就省着操作起来 然后旅行这边可以提醒我一下 如果说有那个就是卡呀或者什么的 然后帮我提示一下 其实一般是可以同时的 但是你这边好像确实是你展示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是移动端的原因 哦因为我那个麦克我装不了 装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用了一个派的 嗯嗯嗯嗯 所以就我就很很麻烦 好好好 可能太快了 嗯那那那要不你还是切换一下吧 我觉得能看到你还是蛮重要的 啊好吗 那有的那个资料我就读给大家吧 嗯嗯 现在能看到我吗 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只能看到你的屏幕 哦只能看到屏幕 但是我不看屏幕我可能有些 那好吧 那我就还是要切换 还是经常切换一下 对还是在那个你用完那个文本材料之后切换一下 啊好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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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这个我有几个文本我读给大家吗 就像我这样痛苦白说呀 就是那个什么 我有几个文本读给大家 就是大家想一想它的意思 比如说二维中原有 嗯 比如说这里有一句这个孟子梨楼下的 一个叫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唯送死可以当大事 这个我们想起来论语里面讲的那个 就是 嗯 不知生焉之死是吧 不能呃这个未能 呃未知生焉之死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如果说 就是生和死是两面 我们把生这一边呢 当成是一个我们知识的范围 然后把死那一面呢 当成是一个知识达不到的一个信仰的范围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理解 就说我认为 如先秦儒家 这两项都是不缺的 而且 嗯 你看孟子这个说法就是 生的这一面还不不够大 因为只是生还不是一个完整 还不是就是就是光养老还是不可以的 养老的话 因为不知道你养到什么时候 可能不愿意养是吧 必须要养到就是送佛送到西要送终 送终的话就是要结束这个事情 结束这个事情就是谈到一个命的问题 谈到一个死亡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什么终极关怀啊 或者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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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问题 那 嗯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我再找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足哭 你看这个 礼记谈功下里面有一个 足哭而会 生是必而鬼是一意 然后这个 大概就是说在丧礼和祭礼之间有一个转换 因为一开始父母去世的时候 就是一个丧失嘛 对吧 对于生的人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一个丧 丧礼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有一个对于超越的一个信仰 不是知识啊 一个信仰 所以呢 才有以下的行动 就是把那个那个那个神主赢回来对吧 赢回来以后呢 还要还要有一大套的那个这个礼那个礼 然后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还要弹琴的 对吧 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个一个吉礼 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一个算是对这个对这个丧失的这个事件的一个一个结束 这个如果说我们认为孔子也好 孔子就不说他了 孔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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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丧礼和吉礼之间这个转换的这个行李过程中 他不认真的 不虔诚的去相信 神主会回来的话 他这么去操作 那这个演技也太好了点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一谈到演技的问题就麻烦了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知识 我们可以断定说 没有 没有鬼魂 没有鬼神 这个人死就没了 就就这么说 但是有些宗教图他还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现在是因为有这么一种科学观念 科学其实也没这么说 对吧 我这个就有点有点有点越界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学术研究 把它提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古人的知识是比较少的 所以他对于死亡之后的事情 他就认为我知识达不到 知识达不到 我就以信仰的形式来对待 以信仰的形式 那就是说 没有证据了 没有证据 我就采取我信哪一个 不是信我的父亲有了以后 死了以后 有鬼神 有神主呢 还是信他没有神主呢 我觉得还是前者 就是信有神主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所谓人格神的问题了 只不过这个人格神不是上帝 就是一个 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也算是一个人格的一个 你可以成为一个神吧 其实那个字不是这个字 是 呃 是 你 米 我看找一下 哎算了 我还是 先 听 听 他真好 他就这样弄弄 他不会做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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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啊 你跟我说 yes 他就是神 然后这个 像是他 擦掉这边这个耳 然后 这就是祖 这两个字本身 他就是跟跟神 他的造字是一样的 然后 好 对于这个祖庙和米庙 他的这个重视 和和建设 其实这就引入到我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大的板块 就是这个父子这一轮 因为父子这一轮其实是最容易能够体现出一个宗教性和一个超约的 首先 父子之间的这个血缘传承 他对于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突破 是吧 这个都很简单 第二 父亲的死亡和 被祖祖 被祖祖 其实是自己为自己的一个预言 就是自己未来也会死亡 对吧 如果自己有儿子的话 自己也将来也会被祖祖 天子 死亡的时候叫做灯甲 对吧 就是说 他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并不是说他完全的断灭了那样子 而是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 那个灯甲那个词用的就是 是一种保留了很多可能性的一种提法 他只是说你的生命形式可能转换了 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了 也许我们足够我们的微信通话足够强大的话 就是用一种交流的方式可以交流 或者说你你可以建立一种想象的交流 想象交流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古代的祭祀 它是建立在这么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呢 所以说这个我要说出这个话呢 我就怕那个师兄把我批评的太厉害 我就认为中国古代是有人格神的 中国古代的人格神很简单 就是至少这个有家庙的这些父亲 祖先祖父 他就是人格神 你只是说不用西方那个神的定义来进行 但是祭祀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然后没有证据存在 他可能有一个肉体埋了一个地方 有骨头啊什么这些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神主 他的家庙里面 还有他经常要 因为还要在古代的时候还有师 对吧 就是要找一个小人去 坐在那儿扮演自己的父亲 一般可能找自己的儿子 或者找孙子 对吧 找他坐的那个祭祀的时候 他坐在那儿 然后还要跟他说话 对吧 不是说话 请他吃饭 对吧 祭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请神吃个饭 然后他请你吃个饭 然后等于一见个面 对吧 见个面聊聊天这样进行 就是鬼神和人之间的距离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 来 来那什么 我看有同学问问题 有 那个待会我可能还会 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问的是什么 老天爷和地之间有什么区别 待会我看我讲到我的 第二个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我把这个 那个文本很好啊 不读的话有点可惜 大概就是我背一下了 就是战斗的时候 要守在他的那个米庙 那个地方 去就是说 如果有外敌入侵 对吧 这个比如说鲁国的国军 或者是什么某一个国的诸侯 他呢 要率领着他的这个 晋卫军 或者什么 他守在他父亲的庙 那里 你想想看 那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就好像你的战旗要插在那一样 这对对于一个 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一个家庭来讲 或者一个个人来讲 对他最重要的神 或者说最亲密的一个神 因为这个这个米啊 就是跟这个我和你的你 其实也还有一点关系 他是一个最亲密 离你最近的一个一个存在形式 这么一个存在形式 他虽然现在不在这个这个人世 但是他却有一种信仰的方式 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存在形式 存在了那个庙里面 所以你去守这个庙 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守国旗是一个感觉了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我这凭回忆 总之关于这个米妙的很多 对对还有 那个想不起来就算 但是呢 有一个困难 有个什么困难 你假如说我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呢 那我将来是不是就 不能够做这个 被供在庙里的 好像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在那个古代的那个称位里面 就是如果说一个 一个国君或者他们 他他他即位之后 即位之后他却还没有后代 没有后代呢 他就被推翻了 或者说他病死了 然后继任就上来 那么说他 他可能就不能够像那些 有后代的人一样 去去给他建一个庙祭祀 他那样 他对他的那个称位 也称到称比如小子侯啊 或者称这些 灯甲 灯甲 灯阴霞 这个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纠正我一下 我很感谢 就是远的意思 对吧 去很远的地方 因为我专门 我对这些字的读音呢 就是不太认真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差不多 比如说还可以读格 对吧 就是那个格物知知的那个格 和意思都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他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可以好 然后呢 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一个人能不能做祖 也是问题 对吧 你比如说我在县市 我就可以 如果我有了第三代 有孙子啊 什么这样 我就可以做祖 对吧 做爷爷 然后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 就是中国的 刚才那个 有一位那个学友 他他或者老师 他提出问题说 中国的老天爷 老天爷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什么是爷 对吧 我开个玩笑 就是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父子之一伦的话 老天爷这个词是不可能出现的 老这个字估计也不好出现 因为老的话 首先寿命的很差 如果年轻就 就不再来 那不可能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天就是最老的那个爷爷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对吧 祖 因为天生万物 天生人 所有的都是天生来 那么也就是说 宗庙里面那个人格神 他成为神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他得有后代 或者说 一个人结婚 他有个条件 就是得有对象 没有对象就不可以 而在祭祀的一个场合 我们知道 就讲那个对月于上帝 其实就是一个对象问题 在这个时候 人和神之间的那个距离 他就不是距离 人和神 他是一个面对的一个关系 就在祭祀的场合 人是作为一个在世上存在的 而神是作为一个信仰 超越存在 存在的 一个在世存在 面对一个超越存在 这就是先行儒家的 那个祭祀的日常之中 经常体会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然后现实的来说呢 现实的来说 整个这个宗族的组织模式 也是在这个技术上进行 尤其是在先行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就是公子 公子呢 他不能做国君 他会出来给他 有的国家会给他一个彩艺 或者一个封地 然后给他起一个新的灵士 这个时候 比如说那个鲁国的这个三环 对吧 季孙氏 孟孙氏 然后这个 还有鲁国的这个 就是 展秦那一家 就是那个柳夏慧那一家 也是从公子展来的 这个时候 相当于他这个别子为祖 可以说他是别子为祖 就是他他自立门户之后 他的这一个宗族下来的这个人 就会以他的名字 作为他们的 是 对吧 你说姓呢 可能还有点那什么 但是但是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什么形式 就是说人的这种存在形式 跟自己的父亲 跟自己的爷爷 关系很大 在古代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的姓 其实跟你的父亲的姓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跟你父亲 或者跟你的爷爷是一个存在 或者说你的父亲的存在 他直接决定了 你的存在是什么 他部分的决定 你的存在是什么 而你呢 又参与了这个 这个存在的形式里面 去创造这个存在 然后继续又传给后面 这是中国古代 讲究这个有后啊 有传承啊 从上面有 上面有传下的 下面还要再传下去 这么一个父子的 一个传承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维度 他很重视这个 所以说中国文 中华文化 说我们说是唯一一个 没有断骨的 是吧 没有断裂的文明 跟这个重视 跟父子遇到的重视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天命之为性 我自己曾经开过一个玩笑 我们把天这个字 换成父 那就是说 父亲的名字 就是孩子的性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亲的性 就是孩子的性 古代啊 古代说 现在我们很多是 母亲的性 也可以说孩子的性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一般就是这个 父系 单系 祭祀制度 对吧 你要说到刚才那个公子 就是公子展的那个故事 他自己的名字 他可能自这个展 他后代呢 就以一个展 为这个 为他的这个名字 就是加上 就是我们 我们也知道 那个在欧洲的时候 古代的一些贵族 他的名字很长 对吧 他会把他的这个爷爷 什么老爷爷 什么父亲 什么一大堆名字 加在他的那个名字前面 所以去敲门 接触的时候 一下子说 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人家就会说 你来的人太多 我住不下 其实就一个人 一个人他要把自己的父亲 爷爷 都拉来 加在他的名字前面 这更加体现了 父子一体 而这种超越性 就是我是说通过一个 这算社会学吗 或者通过一个 一个一个 这种家族变迁的一个观察 能体会出来 也就更加重 更加说明了中国人的宗庙 他的重要性 不亚于西方的教堂 我不是很能理解 一个养生送死的一个地方 不 一个送死的地方 不是养生的地方 一个去办 跟死亡有关的事情 然后每年还要去 去过年 什么去祭祀的这么一个祠堂 或者说这么一个宗庙的地方 它竟然是一个世俗性的 只是在那放上鞭炮吃吃饭吗 这个好像我去广东的时候 我还见到一个 有一个祠堂就被改成饭店了 就就这样子进行 那你想想看 本来有两个神圣很神圣的地方 一个是宗庙 一个是朝廷 这个朝廷就很神圣 古代来说 有一些世俗的地方 比如市场就是很世俗 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宗庙都变成了市场 那真的就完全的世俗化 就是一种 但我想古代的时候 至少孔子他不愿意这样 这个我还是能够往家推测吧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从父子这个角度来考虑呢 然后古代的有些文献 能够体现出我刚才说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说 士大夫是更加重视祭祀 更加信仰更加真诚 而不是 或者加个引号的那个迷信 就是我来看一下 现在还在那个什么呢 我还是要共享屏幕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一般我们讲神道社教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 你要说我们现在是现在的学者 可能有这种神道社教的想法 但是古代的时候这么说不公平 因为你看到古代文献里面 有很多就是越是 越是层级越高的那个世君子或者天子诸侯 他的祭祀礼仪是越重的 看一下 好刚才我说的那个文献给大家读一下 战则属于公 你米 孝爱之身也这是一个 然后 然后 看一下 天子出丧 大概是 可能我这么翻 这个又很卡 我找到了以后 我就把它停下来 好多 对 在这里 就是天子 祭天地 祭祀方 祭山川 祭五四 岁变 诸侯方 祭山川 祭五四 岁变 大夫祭五四岁变 世祭其先 这是一个 然后这是祭祀的空间范围 然后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然后大夫三庙 这是祭祀的一个时间的一个 一个时间历史的一个范围 然后 这里有一个话 就是以理三福传里面的 叫野人曰 父母何算焉 就是父母算什么 或者说我就养父母就可以 父母再是我养他就行了 去世之后我都不知道 对吧 然后都义之士 则之尊 谜以 一般的都义的事 他就知道尊重自己的父亲的人格神了 或者叫父亲的鬼了 大夫及学士 则之尊足以 就是他的记忆能再上一层 再上一代 诸侯及其太祖 诸侯要祭祷他的太祖 天子要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也就是说一个天子 他不光要祭祷他的始祖 还要祭祷他始祖更早的那一 在这个地方你有很有意思 你能看出来 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说套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套到古人语境里面 我们都可以算作野人了 基本上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管他吃管他住管他医疗就可以了 就是说死亡之后我还需要祭祀三吗 那谁就懒得去演这个是吧 就是会有证 但是你看古里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然后大夫在建立自己的家的时候 理记里面说的说君子江营公事 宗庙为先 旧库为次 居士为后 先最早的营造的就是宗庙 然后凡家造 祭气为先 西腹为次 养气为后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层次感是很清楚的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宗教 你只是说是不是讲用宗教这个词 对吧 他他跟那个市场有很多 而且有很多那个宗庙的东西 他是不能拿去卖的 也就是跟市场他要他要有一个绝缘这样子进行 好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很乱 但是我我从父子这个观察 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就是能够 看一下能不能同时看我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 那好 那停止功效 还是这样看 就是就是这个第二个部分 我先暂时这样讲 我在 腾讯会议的直播 一停止 可以现在还能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见冰水可以看见你这个人 好好好 谢谢 好吗 那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了一个笑话 就是说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么一个 那就是说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几个字 刚才我写的那个字 就是米那个字 我一般把它读成你 就是你我他的你把单人旁换成那个神的那个旁 对吧 你这是一个字 祖是一个字 祖也是一个一个神的一个一个旁 然后呢 在网上可能还有老天爷 对吧 还有弟 那就很严重了 这有一位学友在说 好 待会问题的节奏我可以再说 我先赶着自己的说 比较乱 老天爷也是个节奏 就是有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在古代儒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直学语境里面 他的这个天是前挂 对吧 他是生万物的 他的这个生是非常非常重要 二胎啊 三胎啊 就是生育率是不能低的 不能那样进入老龄化社会 你如果说不能生了 或者说这个这个整个整个社会啊 整个整个宇宙 他丧失了一个生机 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功能的话 这不是中国的古代的人所喜人乐见的 对吧 他他那个老天爷 他首先就是特别能生 我们现在好像做基因研究的都能研究出来说 我们很大部分中国人的那个那个基因谱系 都能追溯到比较早的时候 或者说这几个是吧 你现在看 那就不是不是爸爸的爷爷叫爷爷的问题吗 对吧 你就是爷爷的爷爷叫什么高祖 高祖的高祖又叫什么呢 叫祖先 祖先的祖先就叫什么呢 就叫老天爷 就叫天 天这个东西 你这样来追的话 就是那天天上还有天吗 对吧 那天上还有天吗 天上的天 那个东西它是不是超越的呢 那那一定会超出我们的 就算是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是吧 一定会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 那个天 它就是一个不能保护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 俗家做的很好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只能用信仰的态度去对待它 所以说在祭祀的时候会有一个 中庸里面也有的 也是一个学术上大问题 有一个佩天的问题 这个佩天我想了很久很久 太麻烦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方法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当儒家或者那个礼仪 周礼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在祭天的那个场合 他要祭一个天 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天 对吧 谁敢宣称自己之天 孔子是吧 孔子也许可以 但是他总得祭谁 所以他会以自己的那个 天子祭其始祖之所自出 会祭后祭 对吧 就是中人就会祭后祭 因为后祭是天子 或者说他认为他是天子 天子不就是天 哦谢谢 伤人的地或上帝的别称 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 我觉得商人和众人没有任何区别 下朝人也是一样的 甚至在下朝之前的姚顺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天是由人来当的 就跟有人当爹 有人当爸爸 有人当祖先是一个意思 就是由人来当的 谁能当天呢 你的后代如果能够掌握了国家政权 掌握了做了天子 你就可以当天 你作为一个人格鬼神 祖先鬼神 你可以当天 因为不是谁都可以说 宣称自己可以当爷爷当爸爸 是吧 你得有后代的心 而且你的后代得成为天子 天子也就是所谓的那个诸侯 天下部落联盟 或者诸侯联盟的一个盟主吧 或者NPS五万金云盟 对吧 就是那么一个存在 还是要打来打去的 所以我觉得商人的那个地 或者是上帝 经常有些学者在那想来想去 哎呀怎么替地和祖先两套两套系统 怎么怎么 其实就一套系统 没两套系统 嗯 中国古代 我觉得他的文化是高度同化 就是每个部落 其实都在争 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天子 其实就是成为中央 自己成为中央之后 自己的祖先也就成为了天 哦 不能把自然的天和上帝的天 那这个其实我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很多那个 很多同学室友来喷我呢 我就谈一谈就是妄议吧 我自己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 这个冯友兰的说法 我觉得五马分尸一样的说法就 嗯 很有很大的坏处 因为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 他首先就是说 有一个泛神论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说了 人死之后 中国古人相信 人死之后不是一定要白了的 任何一个人死了之后 如果能够成为鬼神 或者说能够有人祭祀他 能够以一种超越神的形式进行的话 那么他活着 也就是一个活的鬼神 啊 只是就是说 他他只是说 有一个人形的一个 一个鬼神那样存在 嗯 然后一下打断了 然后他至于说他的那个 那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人每个人都是神 对吧 大家都是神 谁管谁呢 那神才是真的神呢 这个就是说 中呃 东方啊 就是什么澳洲啊 什么什么那个大洋 呃 澳洲啊 什么那些那些地方 经常有一些这种 泛神论 就是古代被那个弗雷格 他们他们非常起鄙视的那个 泛神论啊 就是讲 讲这个都是神的话怎么办 这个我想 其实就是一个配不配的问题 如果说周人 建立了西州王朝 啊 大家都 都 你想他建立了以后 周公是 交四后继以陪天是吧 宗子文王于明堂 以陪上帝 是以 嗯 什么什么都都来祝祭什么 这个诸佛们都都来了 然后 都都来帮着他祭 你想在那个场合里面 周公祭祀的是谁 对吧 他当时周已经是天子了 他祭祀的肯定是天 他可以行交礼的 不过他可以行交礼 他后来还 这个非礼的让祖国行交礼 祖国的行的交礼 孔子就能见到 然后咱们回到周公 周公当时行的这个 这个交四治理和这个 宗庙祭祀祭祀祭祀 他就是要祭天 祭上帝 他的那个那个天和上帝 是有一个人格的对照 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天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已故的神圣祖先 让他来当 这个天 让他来当这个上帝 因为我们现在是天子 如果不是说我的这个 这是开个玩笑 如果不是说我的祖先在上面 在中央 这个已经做了很高的话 我在下面 我怎么可能 他是一个像镜子一样 朝中有人好做官 也就是说天和上帝是轮换制的 就跟美国总统一样 这一届是后继来当的 上一届是这个谢来当的 周的这个殷商的祖先 殷商祖先是谢 都是这个大顺的臣是吧 大顺也做过上帝的 当然他活着不能做 他活着是天死了才能做 死了他当侠之后才能做 他就是 他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很简单粗暴的一个 一个一个形式 这个学者的研究很多 我就讲我的一孔之见 如果有人听了 可能 可能我就这样讲吧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一个当的 一个配的问题 主要是配不配的问题 所以说神这个字也是很具体的 神其实并不是指天和上帝 这个是因为圣经翻译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很清楚 他的那个位格比天要低 他相当于是诸侯 在天庭里面相当于是诸侯 天和地相当于是中央领导人 对吧 然后神其实相当于是诸侯 行吧 那我就跳到第三个大板块里面 就是这个神明分界的问题 就是从君臣的一个角度来考虑 因为我刚才提到一个说 都是神 对吧 从天神那里所生 或者说从父祖那里所生 以一种神秘的力量 以一种性能的力量所生 生了一个在地生存 然后死亡之后 要回到那里去 以一种祭祀的方式存在 然后如果说每个人都这样的话 那的确就是犯神论 犯神论就是说 你每一个人是不是 都可以在家里面起个祠堂 就跟明清之后似的 明朝以后 尤其是那个大礼仪以后 对吧 大礼仪以后 那个就泛滥了很多 广东这边现在还很多 就很多那个村里面都有祠堂 一个很大的家子 一个村里面 姓一个姓的很多 它直接就是一个社会单元 相当于 你不说它是宗教团体吧 至少是个社会群体 对吧 这个很庞大的社会群体 我想在明清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个 一个犯的问题 可是 为什么又说它是世俗性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原理 很有道理 因为 就说出来那个 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绝地天通的问题 我觉得绝地天通的问题 我也是想了好多年 也是 我先把我的那个答案 就是我的那个 那个观念扔出来 天和神是一个层级 然后 这个人和民是一个层级 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是在诸侯和大夫之间 也就是说 诸侯往上和天子 他的宗庙是有神性的 或者被称之为神 大夫是 他的那个家庙 首先他的那个数量是有限的 比如说只有一个庙或者两个庙 到了数人就更不用说了 数人基本上就说 我这个能笑就很好了 养生送死就很好了 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对吧 然后大夫和氏这个级别以下 他基本上是 被规定为 他的神性没有那么强 有一个 也就是说前半部分被称作天 后半部分被称作地 其实这个中国古代 他就很多 类似于比喻的一种说法 或者这么说吧 神奇 对吧 天神和地奇 这个就是 有很多资料 就是我还是找资料 找一下资料 对这个 天神我认为就可以把它归到 那个就是上帝 和 和百神那个角度 举个例子来说 周天子 他可以祭上帝 他的宗庙里面是可以供上帝 他可以行交礼的 而 比如说齐国 这个晋国等等 这些诸侯 强大的诸侯 他只能祭他的祖先 他的祖先 被称作神 有一个证据 我把证据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不能共享屏幕了 开始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去齐国 见了 见了是吗 受到了您这个国君的赏赐 或者赐予 连周公和太公 以及百臂神旗 都 就是受到了这个供养 周公是谁呢 周公就是鲁国的国君 鲁国的先祖 其实就是鲁国的神 我认为在鲁国的祭祀里面就是祭祂 就没有什么神 就是祭祂就可以了 祂就是神 祂的地位就是神 神这个字也没那么了不起 神就是一个 具有非常大的能力的 一个人 就是鬼神 就是一个祖先 一个死去的祖先 这么说 就是活着的时候是人 死了的时候是神 或者死了以后是鬼 对吧 我们现在只能想到 活着的时候是 CCTV的人 对吧 死了以后是CCTV的死人 对吧 我都能想到是 然后这个太公 太公是谁呢 太公也是 结果的是封的国君 然后这个 紫封的国君 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封神 百壁神旗 还有谁呢 列国的 其他诸侯国的祖先 就是这百神 然后还有山川的 对吧 一些名山大川的 还有一些 那些也算是一些神 因为据有一些人的研究 更古到时候 那些地方他有人的 他的人也有 就是古代的那种 宗教信仰的 他会主那一篇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字 就是公侯伯子男 这几个字 就是公这个字 和神这个字 它是平等的 并不是公是一个人 神是一个神 有阴阳两格之说 不是这样的 公本身就已经是神了 所以这个周公和太公 和百壁神旗 才能够并列起来 而在这个 绝地天通里面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区分 就是说 叫名神不杂 名神不杂的意思 其实也 绝地天通我没有摘出来 可能有很多研究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说能够区分出来 在一个天下的文明体系里面 哪一些是可以世袭的 哪一些是 这个是怎么关 对 就是哪一些是配当上称神的 而其他的 他的那个共同体规模比较小 在一个公司规模 或者什么 一个企业规模 是吧 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等等 他是不叫体制外 也不叫什么 就是他没有编制 或者是怎么说 他其实是 他不能够有五庙或者七庙 他的祭祀是有限度的 而且他这个 他自己的位置是不能实习的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政治权利和神圣权利 是不能实习的 能够实习的是什么呢 在周历里面能够实习的 就是天子是可以实习的 他也是 其实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诸侯 对吗 就是像周人这样 然后这个诸侯呢 是可以实习的 然后再往下的 大夫 大夫级别的 如果说你想立五庙 或者立七庙 那你就是要造反了 对吧 然后也不太可能 所以叫这个 大夫 正出于大夫是吧 武士系不实义 就是叫 君子之责武士而斩 而诸侯之责 可不是武士而斩的 他在理论上来讲 是可以 就是 这个有什么 勇士扶涕是吧 然后这个百事不迁 百事不迁之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在这个 相当于 所谓的天 它也是有神圣性的 也是很神秘的 地 也是很神圣的 只是在这个 整个所有的神圣的体系里面 分出了更加神圣的神 和不那么神圣的神 不那么神圣的神 就是指大夫以下的 这些普通百姓 他其实也有一定的神性 只不过他的神性 所涉及到的 那个文明的 那个 那个范围较小 而且呢 他要向这个诸侯国的国君效忠 也就是说在一个 比如说在鲁国 理论上来讲 三环这些大夫 他去祭神 祭的神 只能是周公 他自己祭祀的 他那个先祖公子 就那个什么 比如说公子继友 这些公子 他只能作为旗 就是地神 就是或者更小一点的神来祭祀 而这个祭祀五世 就要斩的 就是理论上来讲 五世要斩的 那你 你先想看 后世的宗族制度 就经常是这样的 虽然说有家谱 传了好多代 但是一般人 我觉得现在我们 在网上追几代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吧 如果说我切断了 对你的这个延续性的一个记忆 那你的神性也会大大下降 因为你的神性不足啊 神是可以解释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性的 天子是可以解释 所有的时间性的 一个一个存在者 神是可以解释 至少是十几十啊 在先行的时候 一个诸侯国能存在几百年 也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制度设计 这种神圣信仰 那么说 就跟战国似的 那很多国家的宗庙就被灭掉 对吧 然后自己国家也可以反叛 你只要是足够足够大了以后 你就可以就可以想要我继续 这个二世三世万世 传下去 但是你想想看 这种并吞的这种结果 它就会造成 造成那个秦始皇那种局面 就是说我 当我把六国的那个设计都灭了以后 把百国的百侯 诸侯都灭了以后 等于说 原来这个物种 这个诸侯这个神圣物种啊 就是有宗庙 有祖庙 可以祭祀 可以世袭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物种被消灭掉 消灭掉之后 就只剩下一个孤独的天子 和面对着所有的 没有多少家庙的这个 这个散落的民众 而这个民众 由于他没有庙 由于他只能顾自己的这个 生活啊 为生活奔走啊 这些 他不太有这些 这些 不太可能 再有这些神圣的追求 那么说 那么说在后世 丧失这个神圣记忆 是很正常的 也就是说诸侯的 这种存有的形式 是神圣记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载体 如果把这个阶层出去 那后面这个 神圣记忆的丧失 也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说到了明星时代 那不说闹着玩吧 反正就是 那种宗庙 它的世俗性的确更强 尤其是到了 现在更是这样 你想 现在这些 这些中心会什么的 他怎么可能会像古人那么 当然他你可以说 他很虔诚 很前进 但是 毕竟我们是 对吧 说过现代教育的人 也不可能像古人 那么迷信 好嘛 这个话题说的 很 就是问题太大了 我这个 本来我就说 跟那个同学们 这样互相的 这个 交流一下 内循环一下 现在就是 都把它讲出来吧 我觉得再开个玩笑吧 叫什么 叫 师长大于旅长 大于李云龙 大于天王老子 在这个系列里面 天也好 地也好 神也好 大富的 这个 这个 富和祖也好 庶民的 去世的父母也好 都是人格神 但是呢 他们的称呼 不是这样的 只有 诸侯和 诸侯的那个叫神 或者叫 他的神性更强 天子的那个叫天 然后呢 大夫和树人的那个呢 就最多只能算 他是一个 地仙吧 不是天 不是天仙 就是没有进入编制的 是一个编制外的精英 就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 他 跟天之间的那个联系 一方面就是通过 他效忠的国家 效忠的国君 诸佛国 来 来牵这条线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 通过单纯的这种 呃 单纯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宗庙祭祀 或者说这个死亡的 这个 死亡以后的这个祭祀 也可以实现一定的朝约 但是 但是呢 对于底下的这些民众来讲 他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 就是要 他要跟这个神圣的国度 产生关系 他要 所以 所以儒家的那个 那个 入室是 很很很强的 你必须要去一个国家里面去 去出室 是吧 三月 三月无君 则掉 当然如果你的德行足够高 你获得一块封地 然后做了一个祝侯 那就更不得了 做天使的话呢 就是 呃 内生外王的天使呢 就是儒家所追求的最极致 对吧 大顺利 好 嗯 开玩笑吧 就是说 再强调一下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其实仍然是经常使用这种比喻的生这个生存模式的 嗯 每个人其实都是 都是生 可以说有一种乐天的生活方式也好 有一种 嗯 比喻的生活方式也好 但是 大家都平等 是吧 人生而平等 但是哪些人更平等 都是 你死亡之后 都是可以超越的 但是哪些人更超越 他就是这么一个比较 但是有一些人更超越 也保证了 有一些人 他也是超越 他只是没有那么超越 他只是把自己的德性更扩大之后 他就可以更加超越 我觉得这个君臣这一围啊 就是说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谁管谁的问题 就是谁向谁效忠 然后谁是谁的臣 然后这么一个区别 然后作为诸侯和大夫之间这个界限 就明确地区分了小情的共同体 就是他没有那么有公共性 因为一个国家 它是公共性是很大的 涉及到一个相当大的人群 他的神圣性是更强的 而一个小的大夫这样的团体下面 他的神 公共性不那么强 他的神圣性也就没那么强 这是一个制度设计 好 这个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但是跟那个绝地天通的关系很大 就是在中国古代的那个神和民 其实并不是说 民是所有在世的所有人都叫的民 不是这样 神也不是说那个耶和华士 那个神也不是那样的 神和民指的是谁呢 民其实指的就是 这个比如说鲁国里面的 像孔子这样的 没有做官之前 他就是民 做官之后是士 神指的是谁 鲁国的神就是周公 这个齐国的神就是江台公 他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特别辉煌的神圣的一个祖先 他待在宗庙里面 可以永远地祭祀他 当然这个 所以说这些神是可以灭的 如果说有新的天子 或者新的上帝 新的地 地和天子是打包的 他是以地的名义来发布命令的 他重新实现一次整合之后 他就可以重新封 封诸侯 封了诸侯之后 这些诸侯就有新的神 以前的那个神就相当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就讲最后一个吧 这个讲得很乱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怎么认识中国古代的先行儒家的宗教性质的问题 怎么认识 我这想了很久很久 因为可以说我有时候 有时候会被一句话就提示到 可能就是网友成那种开玩笑式的话 就是说西方文化 唯物主义是从西方传进来的 对吧 天然的就比较唯物 这个是没问题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官方的这个哲学是这样的 然后基督教是最典型的宗教 对吧 这个研究模式里面 但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基督教是对别的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清楚 对吧 因为他要打碎一切偶像 凡事在世的都是世俗的 等于这个绝地天通这一刀砍的 一刀就把所有人都砍到下面去了 绝地天通 就是这个天不存在 我们只有地 是这么一个思维模式 这个怎么说呢 你说他是宗教性吗 那他的宗教性很可疑的 在我看来 其实我觉得这样来说 基督教是最没有宗教性的 因为所有在世的人都不能扮演上帝 对吧 上帝是我们摸不到的 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断裂 我们是永远猝不可及的 这么一个 你也不可能象征他 象征他都是不对的 然后呢 然后在世的这些全都是一些 通过耶稣的力量 才能得救的一个存在形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么一种模式下 再去看中国的这个 古代的这个东奥性问题 往往会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就好像你站在秋天去看春天一样的 有个著名的歌曲是吧 叫春天在哪里 是吗 我就真的找不到 你站在秋天 然后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景物 你这种秋天的眼光来看 中国古代的这些门线 你研究了半天最后 你就不会发现 你就一个宗教性 你都发现不出来 一个人格性 你也找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换一种眼光 我觉得这里有一段 那个印第安人的话 我说那里面还经常用到 就是这种思维模式 就是这种基督教占优势之后 带来这个思维模式 你换一种思路 就是从这个是从世俗之人 去看神圣之天的一种模式 就是说我们先规定自己是世俗之人 然后在这个意义上 以人的视角去看超越 去找 那你就只能看到西方基督教等等 他们才是典型的宗教 他们有宗教性 可是你如果是换一种思路 咱们开个玩笑的时候 开上帝视角 以一种神圣的视角来看世俗 那你看到的全是世俗 因为你站在这边 你站在山那边看水 你看到都是水 你站在水这边看山 你看到都是山 所以我觉得中国儒家的 这个 申请儒家宗教向远题 可能真的要站在神圣的一面 来看 来规划这个世俗 那你当然你聊的是世俗的事情 但是这个世俗的事情 它是以以这个神圣为背景的 拿一段印第安人的吧 因为印第安人也是黄种人是吗 给大家稍微读一下 这有一段 先是一段比喻是吧 当鸟飞翔的时候会落下来 在一个地方筑巢 在另外一个地方栖息 当一个人行走的时候 会在想停下来的时候歇脚 所以神也已经筑足 这个什么太阳是神的筑足之地 月亮什么星辰什么筑足之地 所有的树木和动物也是神的筑足之地 然后 这个印第安人想到了什么 就送到了这个筑足之地这儿来 那我们说 我觉得先行儒家的这个宗教性问题 或者古人的这个天命 也可以这样想 就是看上去都是在 君臣父子这些 有一个神圣的背景 都是天和上帝所生 天和上帝所生 都是天命之位性 每一个人都是有天命的 不是只有那个 不是没有天命的 然后 还有说命这个字 看一下应该恢复正常了吧 时间快到了 我这个左相了 我还是加上那个 因为命这个字 它其实是一种创造性力 是一种使使令 对吧 它可以令人怎么样 可以使人怎么样 然后这个梦子里面有 那个父命照 对吧 父照无诺 对吧 君命照 不似嫁而行 其实也就是说 把这个君和父 跟天命做了一个比拟 而人就是在这种 看似很世俗的这种状态之中 实现的 古人 就是实现的 他对于天命的这种 直接的 这种践行 哦 好吧 我这个对不起 很乱 我这个时间 差不多了 要不就先这样 你确定你不再想一会儿吗 还有时间的 这个保师兄不是说三点二十吗 四点半有事情是吧 行 那我们先让他评议 我们可以等他 等他结束了再聊 好的 那我们就请健保师兄 做个评议 可以继续讲啊 我那个会开不开的无所谓了 我听到很入迷 他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 其实我也正听到这个 介入佳境 那你别开了吧 你下面那个会 我不开了 我不开了 那个 我先抵一抵吧 抵一抵 然后大家接着听吧 我觉得小超 他这个开题很好啊 特别是他提到了 孝道 胡适说是中国人的宗教 实际上胡适 他自己是实践这一点的 你看他对他妈妈那么孝顺 包括他的婚姻啊等等 第二点就是 多神与祖宗的问题 他提到 第三个就是引用到了 杨清坤教授的 机构性的宗教 与弥散性的宗教 就是institutional和diffusion的 这个 我觉得很好 第四个呢 就是委婉地批评了一下 冯先生的 冯友兰的 无马分尸的这个坏者 第五一点是提到了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第六呢 就是玄子的 我知道小超对玄子 是非常警惕的 所谓君子以为文 小人以为神的这种傲慢 实际上是很不可取的 我们很多学者都 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然后 他在从弥庙和祠堂这里面 来展开他的这次精彩的演讲 这是他的文献的一个 综述和开题 当然了 他这个非常复杂 交织在所有的这种演说之中 可能听友们不太能够 抵出这个线索 然后小超博士就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展开他的这个对这个宗教性的认识 一个是信仰与认知 第二个是超越与世俗 第三个是神明分界 就是绝地天通的问题 在这三个方面呢 确实他现在的这种呈现和演讲是非常深刻的 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就是inspiring and insightful 是非常感人的 我想象那个春天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人类从这个轴心时代 进入到了所谓的第二轴心时代 这是Edward Cousins 就是柯胜士先生 在1970年代一直推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印第安人苏族波罗里 生活工作了很多年 所以对这些所谓的indigenous civilization 就是原住民的文明具有深刻的感知 有深刻的理解 而且发自内心的尊重 而不是一种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明的傲慢 但这里面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中间可能古今之变 比东西之分的这个问题 更加具有挑战性 但是我们古今之变的这种严重的断裂式的差距 又恰恰又被东西之分所遮盖了 最后把古今问题混同于东西问题 导致我们对西方的一种误解 有positive的正面的又有负面的 比如说religion这个词 它本身是单数 它没有复述的 它只指对上帝的one god belief 依神的信仰的这种行为 就叫religio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佛教是宗教吗 显然不是 释迦摩尼不是那种god一样的神 那儒家是吗 那更不是 日本人把religion翻译成宗教以后呢 既没有祖宗的宗 更没有教化的教 以此呢 就是互相隔异一百多年的 使双方都产生了很多这个新的理解 和这个新的困惑 WC Smith先生后来就认为 那就加S吧 因为把confusion加ISM 就成了主义了 把布达加成Buddhism ISM就成了主义了 而在西方文明传统里面 ISM的所谓的这种主义 比religion这个宗教 是要低一个段位的 是下面的 是不是底层逻辑 就像刚才小超提到 科学与这个宗教的关系 实际上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 这种人文的DNA 在基督教的子宫里 才孕育出了科学 为什么 因为上帝创造这个宇宙 是有规律的 它不是乱来的 那这个规律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 就产生了牛顿 就产生了爱因斯坦 就产生了麦克思维方程 现代科学由此就诞生出来了 但是如果不理解 现代科学诞生的 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文化中国 就不会涵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 而只有那些自高自大的科学主义 中医不科学 你这样吃饭不科学 坐月子不科学等等 我们现在是科学主义泛滥 而科学精神复之确如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理解 真正的科学是一种人文 好 那回到我们先情的时候 我们的人文是什么 既神如神在 就是这样的一种 刚才小时候花了一个多小时 给大家展示的一种情怀也好 一种精神也好 就是孔梦的前程 与我们现代人的不前程 还有这种知识的边界 把知识旋置起来吧 为信仰留住空间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与认知的关系 而且信仰是faith 它不是belief faith和belief 就信仰与相信之间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我会死的 和我信仰 我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 那是两回事 而信仰最终是来自哪里 来自你对内心的倾听 你听到你内心的这个voice 那才是真正的belief 否则那是人家归你 给你灌输的教条而已 给你灌输的dogmas而已 那不叫信仰 更谈不上所谓的宗教 在这种东西隔一的过程中 我们用这个用religion来的二手 或者日本翻译的宗教 来谈这个宗教性的问题 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给整个文化中国的学术界 造成了很大的误解 我很高兴小超有勇气 从这里做一些披荆产级的 毕露蓝铝的工作 可谓是所得也护啊 当然这里面有很困难 可能在这个整个的阐述上面 还要做一些逻辑上的梳理吧 这里用到逻辑的话 我又陷入了希腊的话语体系 这里面有个遗忘的问题 杜先生经常跟我讲 大家到森林里面去 烧一把火 祭祀一个英雄 或者是什么祖先 过了几代以后 大家到森林里去烧一把火 不知道是祭祀谁了 再过了几百年 大家就在家里烧火了 代替了去森林里烧火了 再过了几百年 这个整个的仪式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祭祀一点也不含糊的 家庙里面的祖先 鬼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现代化的疾风暴雨中 还曾有多少遥远的历史的回响呢 这就回到了超越与世俗的问题 小时候用弥庙 要灯霞 用灯震 还有士大夫 还有整整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圣巴巴拉大学的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Finklet教授 用的这个极凡而胜 是很好的能够帮助你来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 The secular as sacred 就是在凡俗中成就一种神圣 在一种 整个的一种仪轨中 来成就一种神圣 他讲到的这个祭天 佩天的问题 实际上是很有这种 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在1910年以前 美国国务院 延定汉城的大使馆 要向北京的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汇报的 为什么 因为天坛是在北京的 朝鲜只是一个王国 朝鲜的王国的国王 是不能够祭天的 那祭天的只有这个 北京的皇帝 对吧 那这个皇帝是不是能够配天 这是个巨大的地势问题 直接导致我们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明朝以前 朝鲜的大使到北京 那叫朝天记 开个小吃 到了明朝以后 朝鲜的大使到北京 就叫南游记 而且他们跨过鸭绿江的时候 要用鸭绿江的水 象征性的抹一把点 要洗掉身上的湖气 因为爱心绝罗在北京建立的新朝 在他们那里是不配天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传统秩序 有欧洲美国现在建立的这种国际法秩序中间 谁更加合理呢 对吧 第四点就是神明分界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玩 如果在神和民之间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参照庄子那里讲的 天人 神人 智人 圣人 君子 百官和民 最下等的民 敌民 百姓 他最后反而代表了最上等的天 就像孟子颖上书说的话 天听自我明听 天是自我明是 这是叫人民的江山 人民创造的历史 那中间的这些人 他反而不能够代表天 所以在亲民在旨与至善 所以这个亲民 我们如何理解大学 可以按照你这个线索 如果按照这个线索来理解大学 那么朱子把亲民改成新民 那中间的这种脆弱性 就值得关注了 在这种整个的宗教性方面 我觉得小时候还缺少更大的勇气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就像那个卡森斯 就科森士教授说的那样 我对第二轴心时代的理解是 时光之节没有严酷到 让他们消灭 就是让印第安人 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原住民来消灭 从这一点讲 当全人类都被生态灾难所威胁的时候 确实需要来自这些人类社群的身影 真正的涉及到这个意识转化的身影 在这种第二轴心的时代 它的本质所在是什么呢 就是良知能够复明觉知性 良知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觉醒 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神 而不仅仅是从我们这个世俗的此案 来看神圣的彼岸的那种神 而是要从神圣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角度 来看我们现在这个 处在大变局时代的 甚至是风雨飘摇的一种世俗的时汉 如何建立一种神圣性 使我们人的意义更能够凸显出来 这就是杜卫明教授说的那样 A concrete living person here and now 就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就在此时此刻 就在此地 就在宇宙之间 从此来实现一种天德流行的境界 这就是唐军毅先生他最终说的那样 只有中国文化的会面疏通了 那全人类的会面也疏通了 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De Barry De Barry教授说的那样 儒家的困境就是人类共同的困境 那儒家的困境解决之后 那也许人类现在就能够摆脱 现在这样的困境 这是我对小超博士的 这个精彩的演讲的一些学习吧 鉴于学养所限 我也不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 我们如何在这个东西格异中 在古今之变中 来获显儒家的宗教性 可能是我们80后90后学者 当人不让的使命了 当然更复杂的是 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学术传统内部 他也有一个巨大的隔一问题 那上帝是无中生有的吗 上帝是创造的吗 你像潘迪卡教授就非常反对 把上帝石油化 他就认为上帝是不能够被石油化的 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来理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以讹全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就在拉丁语变成欧洲地方语言 像英语啊 法语啊 德语啊 这样的过程中 创造的一些很多的混乱 来把我们自身 把西方的这些误解 也能够解释出来 否则的话 创世纪 这个不得不和约翰复印 一起来完备的 否则的话 你就无法理解 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 他是一个如如的展开 他就是一个天地之间大化流行的 生生不息 好吧 我就说这么点吧 大家继续讨论 小潮继续讲下去 谢谢 小潮师兄那你接着讲 还是我们讨论 讨论吧 我也有一些想说的 因为 首先很感谢小潮师兄的讲述 和健保师兄刚才这个滔滔雄变的 这个评议啊 其实已经超过了评议的范畴 因为本身宗教性的这个问题 就比较的这个复杂 然后这个 健保师兄实际上引入了更多的这个论语 但是我想指出就是 其实健保师兄刚才 刚才的这个 就是表达所显露出的这个观点 和小潮师兄是有差异的 对吧 就是我们都是能够听出来 因为从我自己来讲 我就是那种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这学期要上这个 先行哲学史的课 就给学生讲这方面的课 然后我也是从绝地天通开始讲 然后要讲这个 要把这个宗教性的问题 然后放到孔子这个思想的开端来讲 但是我就是那种典型的 就是要把绝地天通讲成 这个对神的这个解除权的垄断 然后把这些 把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 无如不计 不如不对 就是无不与既如不计 这个如在解释成不在的这样 这种这种人 就是一个被驱昧了的现代人 然后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之所以这么讲 就是他不是为了否定 某种神秘性 或者是这个 就是否定他超验的这个内容 而是为了讲人对吧 那其实其实建宝师兄刚才表达的 就是就是要讲 讲这个大话流行 讲这个参赞万物 天生人城 实际上 我觉得他沿着的是这个思路 而不是小超师兄强调的这种 就是在 在强调 不是小超师兄强调的这种 在这种 就是 在怎么讲 就是在天命 以及天命网上讲这个问题 就其实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 我这个其实 还是历史研究的多 对我也觉得 就是所以我刚才很有共鸣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小超师兄在哲学系做 就是做这个问题 其实确实是挺挺难的 因为你不光是历史的这个方法 而且而且你还更多的用了一些人类学的方法 所以 呃 因为本身如果我们在哲学系讲这个问题的话 就难免会把它讲到这种什么 呃 就是讲到这个人的主体性向上挺立 对吧 即便我们要讲天命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就是向上省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 对 所以就是小超师兄的这个研究方法 研究 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和研究 怎么讲 就和你所处在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种张力 造成了一些问题 就造成了 比如说你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片中饲养史方法的人 但是做的又是哲学问题 所以对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你的这个 你你你你面临的好多这种 这种 有很多痛苦 对对对 是是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然后呃 对但是我我我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最后讲到 但是没有继续讲下去的那个 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中国的这个呃 宗教性问题或者是天命的这个问题 是站在神圣性的这个角度 就是站在属神的属天的这个角度 来规划 呃世俗性 对我我再我特别想听你再多讲一点这个问题 好吗好吗 那个宝石兄还说我这个 这个不够 我现在都已经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非常的大胆 啊 反正这个就是 嗯 咱们 开玩笑一样的讲一讲啊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 嗯 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的那个认识啊 还是不够 嗯 就是比方说啊 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啊 我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研究过程中 我说有很多痛苦 就是 我们自己的背景是反省不出来的 对 嗯 对 我那时候也经常开玩笑 我说 嗯 嗯 有一条规定是吧 说建国之后 动物是不许成经的 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都已经忘记 就是动物不允许成经 这在古代中国不是这样的 对吧 动物是允许成经的 还有很很好的故事 那么说 我们换一个说法 那人可不可以成神呢 嗯 它只是一个一个一个描述方法 就是成神太严重了 因为像耶稣啊 或者像耶和华这样的神 那太高 对吧 但是一般的人死亡之后 有没有多于 呃 在世生存之外的一点点存在形式呢 对吧 如果嗯 我刚才也说 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一个长辈的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一个事情 就是挺感慨的 就是现在这种世俗生活 会导致 呃 因为你没有这些预测 对吧 所以连这些礼仪也都省了 嗯 对吧 就是就就直接就拉去那个活动场 然后就就就就完了 就然后第二天大家就该干嘛干嘛 就吃火锅唱歌 这个还不到那样 就是感情上肯定还有还有一流 对吧 但是这个亲戚或鱼杯嘛 对吧 他人一个 这个嗯 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是觉得嗯 可能古代的儒家 他也许 因为我我说了 我是主要想研究一下历史上是怎么样 我想我想尽量的去想象一下 那个孔子那个时候 他的日常生活里面 是不是也像我们现在这样 就送到活动场就完了 对吧 那不太可能 他记得很很详细 记得很详细 他又有那个就是发丧的那个过程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丧也是一个流行词汇 也流行过去了 是吧 但是我想那时候他发丧呢 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程序 就是要赢 就是要把那个赢神主赢回来吗 对吧 不是 对 要把那个神主从那个 就是相当于你的身体就归于土了 对吧 但是那个神主呢 还要把他赢回去 放到家庙里面 这样还可以 就是有一个寄托 哀思啊 或者说 祭祀的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就想 可能祭如在的时候 他也许指的是那种 人的那种心里面那种 很很前进 然后很在场的那种 一个至少作为主体来讲 他很想跟自己去世的父亲交流 这么一个状态 你说他要是真是 完全觉得没这个必要 是吧 我看就省了 都省了 那那可能古代儒家 那那很多礼仪就不用学了 也不用也不用教了 那样子 这这是一个 哎 我是不是跑题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如果是这么讲的话 我能够 能够理解 就是实际上和所谓的 我们就讲人文化成 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吧 就是我刚刚听您讲的 我是觉得你除了在这种 这种这个圣中追眼 明德归后的这个意义上 还有别的意义 所以 嗯 就是刚才宝师兄也说了 那个就是知识和信仰的 那个问题 就是师兄他的这个 他所思在大呀 他这个现代的问题想的多 我呢是看古代的那些东西 但是师兄说的那个 我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因为现在 他这个科学主义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大家都觉得 我什么都知道 就是现代人会觉得 我什么都知道 就是所以呢 他就会把这个人死亡之后 这个事情 就直接就送去火葬场就完了 对吧 就是因为都知道 如果说把这个空间留出来 因为我认为孔子是留出这个空间来的 如果不留出这个空间 宗教性也就 也就会慢慢消亡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父母要去世 另外就是说自己到时候也得走啊 对吧 我跟师妹说这个有点太过了 我这个师兄应该还希望我们过到四十来次 跟建宝师兄说不过 我跟高炳中学人类学嘛 他不是费孝通的学生 他就跟我说 没有宗教人是不能死的 没法死 死不了 他非常有感慨 他是湖北金山县人 他跟我说他妈死了之后 他就一直就恍恍惚惚的 我觉得真的是既神如神在 好像就是生命还是在 延续在他的内心深处吧 我想 为什么杜卫明教授一直说 身心灵神呢 很多人没有去讨论他的神 在什么意思 在哪一个level上来讲 这个朱熹在住的时候 对神啊鬼啊这些 都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了 我觉得小赵可以去看看 摘着挤住他们的话 来给你的合法性背书一下 给你的合法性背书一下 好 其实我就刚才那个小赵师兄 讲到这个 就我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就是生活性的观察 就是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然后应该是宗教学系的 好多同学 包括我们学校宗教学系的一些老师 参与了一个工作 就是很紧急的出了一个 信仰不同宗教的人 包括不信仰宗教的人 如果你的亲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去世了 并且是一个在一个如此紧急和极端的情况下 就是指武汉当时的疫情 然后那你如何比较简易的 然后来做一个告别的仪式 就是他们出了一个手册 然后里面包括了可能不同的宗教 包括这个儒教儒家 然后以及就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儒教徒 但是他是一个人的 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像师兄刚刚说的一样 天生是儒家嘛这样子 那这个就直接面临这个问题了 对吧 直接面临宗教性的这个问题 就是或者说实际上他面临的 他还不是宗教性的这个问题 而是要不要把送死 作为一个宗教问题来看待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就在身中追远 在就是你和你的亲人需要有一个 就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切身 就是你马上就会觉得 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仪式来告别的 需要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备的这个丧礼的话 那这个东西他可以洁情敬意让你知道你怎么去做 然后并且做到什么程度是这个OK的 做到什么程度是过度的 如果有这个一个东西的话 他当然好 但是他是宗教 就是他处理的是宗教的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他这个关切的实际上是活着的人的事情 对但是他或许他也关切这个以外的问题 要说是佛教或者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肯定不是的 对吧 听得到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简单 就是我还是说 如果说一下就告诉我说 这个没戏了 就没用 你不要去弄那些 这是一个版本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告诉我说 哎呀这个事我也不知道 对吧 科学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吗 那你至少还有一个可能性 对吧 你是我觉得从这个感情的角度来讲 有个可能性还是心理上会舒服一点 就是就干脆就承认了 承认说哎不行 真的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我就可以 因为这个这个我觉得孔子他这是这是一个吧 嗯 有还那问题是说跟其他的宗教是不是就是儒家的这个跟其他宗教的一个是不是算一种宗教是吧 我觉得可能还区别还是比较大 也不是就是其实还是还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是不是要我们在讨论这个如何向去世的亲生告别 然后如何行丧礼包括如何这个对如何在更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三年丧之类的这些问题我们关心的其实是活着的人吧 对对对 对对 就是我的问题是还是这个就是如果谈到跟谈到跟佛教或者是基督教的区别我想 嗯就如果他们是跨国企业的话那我们就算个体户吧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处理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对吧都得处理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处理的时候那人也得在一个状态 他们就算是跨国企业他们现在的信众也不那么信赖也不一定去了也不干了这个都已经是科学时代 嗯 但你要到过一百年以前的时候那个马亦福当时在乐山的时候嗯不是还那个什么吗我看他那个文集里面还有就是就是他一个学生好像父亲掉到水里了还是怎么了他还跑去跟人家招呼是什么的 有一套仪式还要干这个嗯马亦福是儒家大师对吧对 我觉得他嗯嗯 他可能也是 对我我其实刚刚问这个问题我我的潜在的一个想法是就是就是或许我们应该把宗教性他呃包含的这个内容扩大一些或者说他是不是应该本身就挺大的但是我们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理解他或者我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 因为我们就是讲座派之前我们我聊到那个弗洛姆的那个爱的艺术里面讲的神神神爱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讲就是像包括像基督教他其实就是以基督教为例的因为可能基督教在这个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最高形式的宗教或者说最成熟的最典型的一个宗教吧然后呃但是宗教里面就是但是基督教里对神这种就你不可能对对上帝你不可以 有偶像甚至你不能有名字然后你只能以一个否定性的意义来意义来认识他就是他不是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认识他然后神是无名就上帝是无名这样子的这种这种理解呃实际上它是包含否定性的对吧就是它是包含对嗯我觉得是一种最特定的唯物主义哈哈哈哈 其实是的其实我觉得是的但是这个东西仍然可以被放在宗教性的问题里讨论然后包括由这个产生的那种就是我在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这个讲座开始开始的时候师兄说到这个呃要把这个儒家宗教性问题改成古人之天命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我很同意但是实际上我在天命这个问题像希望听到的呃 原本我希望听到的其实是就是天命他作为一个最高的权威来源然后就是不管他是不是人格人格性的但是他具有一定的这个主宰意义这个主宰可能指的是对正确对对对对对对正确和善好的这样的一个主宰然后这个东西呃可能他本是他其实是人人发现和人建立起来的 但是呃呃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呃呃来来负来获得他的来获得必然性我我原本就是我自己在天命这个问题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的那我会觉得说那他就不是宗教性的但是呃实际上可能在很多做宗教学的学者包括神学家那里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看成他就是就是宗教性的就是他就是就是宗教性的体重之一 对对对对他们是主流嘛他们说了算 哈哈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就再加一下好不好我加一个东西 嗯加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最后讲到那个就是从神圣来看世俗的时候就讲那个军命和父命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讲座的一个一个题目嘛 对对我还是把这个这个就是直接在本书里一个 这个这个就是就是孟子里面不有一个军命照不自驾行一帮大概就是说你不要等着车驾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价值的对于工具的一个超越的一个问题 自驾就是说我要等到某个工具来那就是说它是有条件的对吧而这个军命它其实是无条件的它不需要任何条件它直接就可以塑造人在世的一个生存形式就是军命一下来我马上就去干了就是就是命的这个意义它直接就塑造了人的这个生活 那怎么定义人的这个生活或者人的这个行为啊行为就是由命令下达而由那个真真命自己认可的那个真命直接导致的然后负命啊这个负照无诺对这个负照无诺是就是说它的对象性都不是那么强 因为怒是说对朋友或者是对什么对吧我想一想我能不能答应你对吧这叫怒然后负照的话那就是说一一说马上这边就没有答应你因为它这个负命几乎就具具备就跟你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命令差不多真正给自己下的命令是吧自己给自己下的命令经常也是不执行的就是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完全可以执行的一个命令这么一个关系 还有就是这里就庄子里面还有一个话叫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由爱之啊这个人特以有君为御护己而身由死之这个其实也是讲的这个人的这个生存塑造的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说也是从富和君两个角度来讲的因为这个儒家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也也是这两个层面 就是这个富和君假如你认为他真的是富真的是君的话那的确是就是说通过自由的一个选择又通过自由的一个选择来认为他真是一个命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塑造我现在干什么我现在是谁马上就可以塑造而儒家最怕的那个不叫叫什么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吧是天知觉悟也就是那个骑什么功啊当时不是被人家推翻了然后去当一个就流落了 然后自己就说我这个既不受命又不能令就成了一个觉悟就是这个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如果说总是不能够相信到有一个超越存在的层级使自己获得一个日新的命的话那可能很容易就是觉觉就好像卡在那一样我这个就是自己的随便再多说几句 有同学有同学还有那个朋友还有问题的好像问题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发表了一些看法 这个需要我回答吗还是说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 因为因为本身这个问题吧他就很容易 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些问题对我来讲很困难 又加上我呢胡思乱想这次呢这个是没实行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把它拎出来让大家一块痛苦一下吧 有问题太多了太多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聊天里面啊有一个就是说老天爷指什么对吧和上帝有区别 我觉得我团然在讲的过程中大概就说了一下可能更重视他们那个生生不已的那一项算是一个比喻吧 因为为什么称为爷呢就是你想那个红楼梦什么里面他作为一个就是一个组啊或者是爷一个很老的长辈他可以赐予你很多东西也可以赐予你很多生活的模式 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超越性了外在超越对吧就是有时候长辈的那个赐予是不能拒绝的在古代那个传统里面 这是这是这是一个然后这个灯霞音霞这个也是谢谢这位这个朋友 然后还有这个明堂怎么解释明堂 明堂明堂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吗对吧也是在那祭祀的就可能是 好像孔庙里面是不是还有啊可能有明堂其实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就是历代都有写过明堂考 然后明堂明堂判公屁拥是不是一个东西对对对对中央里面那个就是中央明堂 对吧可能但是明这个字他也经常跟祭祀有关系比如说是明器对吧还有什么明医什么神明明德对吧都是一些说法可能因为神明他就 成为一个神的一个词所以这个明堂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定的神上性 然后就这位同学他你如果想要知道明堂具体在什么位置的问题 您可以看蒙文通的一个明堂批拥考还是什么的算是近代做过比较详尽的考证的一个文本 然后我这有一个就是私聊我然后他在公屁也发了然后就是非常想问这个问题的同学 他是他问他问古代君臣父子先为谁死这个问题我没有太懂然后天人之命具体是什么天人之命的具体证据是什么 我也没有理解这个我简单的不愿意一下吧 我家里发给我了 这个君臣父子先为谁死这个这个父亲要求儿子死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多吧君要成死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多 重要的还是要活着干活吧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尤其是成年人 那你就拿孔子来说你你选择还是有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就你认谁嘛对吧你在做什么他比如他去弑君他可能就要节其力的 弑父他就要置其是这是子下的话什么 但是他不是说为谁死的问题就是你的生活之中是不是很重视这两个价值 然后又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生命塑造里的一个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维度 至于说他们两个之间的冲突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冲突肯定是有的很大 然后天人之命具体是什么天人之命的具体证据是什么 哎呦这个不好答因为我这个主要是也算是做一个古代的还原的式的一个研究 就是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大概是一个怎么想怎么做 然后这个这个问题我就答不上来了吧 好吗 嗯 那我们我看现在几点 呃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呃 那我们就到这儿我们 我们就应该来看看 我们就我们在这儿我们 Isn't Just 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我们就现在讲是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那么我们这儿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多了 我们我们的这儿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其实